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深耕媒体40余载 积极为少数族裔发声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 接下来请看今日 我见 我闻 我思 大侠天下行日记专栏 我见 我闻 我思 我们最难挨的寒冬 口罩和疫苗同等重要 虽然疫苗已经问世 但是面对圣诞假期及即将到来的寒冬 将对我们有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 美国疾管中心主任莱菲尔医生警告 新冠疫情之死亡人数到2月底可能会接近45万人次 这个令人惊束的数据 似乎在华府执政者没有感觉 莱菲尔主任同时劝告国人要戴口罩 保持纪律 与勤洗手 也许会减少伤亡人数 他对那些主张不要戴口罩的人表示十分不满 他说 我们的问题在于还在辩论是否要戴口罩 他在国会作证时曾经表示口罩和疫苗一样重要 正当死亡人数激增的时刻 川普总统也明白他在位日子已经不多 他正在考虑对他的子女女婿据本人之特效 包括前纽约市长朱里·阿利在内的政治伙伴 但是这项特赦令不包括民事官司在内 据称 纽约地方法院已经着手在川普下任之后 对他提起税务和财务之民事诉讼案件 美各地的前线医护人员即将从本月上旬 开始接受新冠疫苗种植 但还是赶不上病毒之猖狂 因此我们还是要度过一个黑暗的寒冬 接受新冠疫苗